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偷拍名人的隐私来赚取外快 今天大明星马琳从他手中买走了自己与他人约会的照片 如果不买的话像柴天一这样的记者一定会将这件事曝光 所以他对柴天一充满了怨气 店长是柴天一的老朋友 他希望柴天一能找份正经稳定的工作 但柴天一根本不听 某天杂志社的总编突然找到柴天一 希望他能调查一下议员秘书的车祸事件 前不久某位证监议员的秘书撞死了名女大学生 虽然秘书已经认罪 但案发时秘书开的却是议员的车 并且有传言说 案发当晚马琳就在该车的副驾驶席上 所以开车撞死人的很有可能是议员 秘书只是负责顶包而已 如果最后查出议员是无辜的 总编也希望柴天一能栽赃议员 哪怕是瞎编新闻都行 这段时间是竞选的关键时刻 议员一有空就跑到街上筹集上款 想以此来拉拢人心 柴天一观察了一会儿 觉得直接从议员身上调查不太好 于是改变了调查方向 选择从议员的情妇马琳身上入手 马琳认出柴天一后 立刻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然而柴天一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马琳 无奈马琳只好找机会下手 然后开车逃离这里 可是没逃多远 马琳的车就停了下来 柴天一本以为自己得到了采访的机会 可没想到 马琳竟然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店长听说这件事后想到了地狱通信 可能是有人登陆地狱通信 联系上了地狱少女 要不然人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 像马琳这样的大腕 一定有很多人眼红或者讨厌她 恨不得她下地狱 虽然店长告知了地狱通信的进入方法 但柴天一却不以为然 像地狱少女这种仿间传说 竟然还会有这么多人相信 与此同时一名叫做中岛的青年被议员的保镖赶了出来 也莫爱发现她后将稻草人交给了她 这一幕正好被小红感应到 小红说了一声黑色稻草人 这让柴天一想起了店长的话 于是她将信将疑的打开了地狱通信 果然传说毕竟只是传说 可没想到在零点之时 地狱通信的网页突然恢复了正常 这让柴天一惊喜不已 没想到这个网站竟然真的存在 次日中岛再次遭到了议员保镖的阻拦 在无可奈何之际 她想起了黑色稻草人 不过解绳时却被柴天一劝阻 原来中岛的女友就是被议员撞死的女大学生 那晚女友为了庆祝中岛找到工作 而决定外出就餐 两人离别后没多久 女友就被不注意看路的议员撞死 中岛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当时的车上只有议员和大明星马林 他俩撞人后迅速逃离了事发现场 虽然后来中岛报了警 但没想到警察却将议员的秘书给抓了起来 秘书承认的罪行 警方也就不再调查 中岛求了警方多次 但警方就是无动于衷 想找议员算账也见不到她的面 所以中岛只好将希望寄托在了地狱少女身上 同归于尽总比让坏人逍遥法外要好 柴天一听后请求中岛与她合作 因为柴天一的目标也是议员 当然她没有说出自己的任务 而是以正义人士的身份来对付议员 谁知总编却在此时突然变卦 钱照给但任务就不要再做了 毕竟我们说到底也只是弱者 总编的意思很明显 不要得罪大人物 柴天一本以为可以靠着中岛的口供搞个大新闻 可没想到最后总编却退缩了 这下中岛彻底绝望 看样子只能同归于尽 靠地狱少女来对付议员了 柴天一不死心 想寻找议员的把柄 谁知在跟踪时车子却出了状况 很快便被议员给甩掉 不过中岛早已在议员家的院子里等候 他想知道议员有没有为自己撞死了人而后悔 议员见装蒜无效后 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些小事去断送我的仕途 要怪就怪你女朋友倒霉遇上了我 你也别跟我在这里故作深情 只要你有了金钱和地位 大把的女人头怀送抱 只可惜你不能成为人上人 听到这里中岛再也忍不了了 他拿出稻草人后立刻解开了绳索 这次柴天一来晚了一步 议员在两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醒来后的议员见到了爷墨爱 这是哪 我给你大把的钱 请你把我送回去 爷墨爱告诉他 人命不能用钱买 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靠钱来解决的 抱完仇后 中岛陷入了迷茫 他也不清楚自己未来该怎么走 这件事过后 柴天一确认了地狱少女的存在 看样子值得深入调查一番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金情400年》是翻拍的这部电影吗 部分情节很像 严格来说 不能说是翻拍的这部电影 当初该片问世时没有取得版权 所以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上映 还因此被封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60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并被翻拍成新版 本片是根据小说 《吸血鬼》德库拉尔改编 《金情400年》也是 所以这两部电影的剧情比较相似 另外片中的背景色 是后期修复影片时加上去的 并非原版 原版为黑白 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